从真空的时间你要看到 里面还有点空气没有关系 但是它不能有太多的空气 你在真主的时候会爆料 按照讲师的示范解说 笋农也跟着实作包装真空的流程 3月是花莲 万荣香见笋的产季 紧接着就是贵族笋登场 由于用笋采收之后 保鲜时间相当短 必须马上煮食 花莲农改场因此开班授客 指导农民包装保鲜的加工技术 如果说这个技术真的非常成熟的话 也许我们明年乡里面的建笋 我们可能就要试着用这种方式 卖给消费者 买了之后比较没有压力 说一定要马上吃完这样 至少可以撑个半年左右 不论是建笋或贵族笋 经薄壳清洗后 以300克为单位 装入耐热袋 在固定的比例下 添加包括使用柠檬酸 食盐以及水的保存液 就能达到原厂保鲜的效果 对此笋农表示相当受益 很好啊 都要写 以后没有建笋了还有可以吃 建笋它保存极限不会很久 如果说有这样真空的技术 那个设备非常需要 所以我特别来专家 孙姿装入耐热袋之后 秤重后加入保存液真空风口 最后一道手细就是真煮杀菌50分钟 待冷却后即可冷藏 这样不仅可以保鲜 又不会流失笋子原有的风味 对笋农或消费者来说 都是一大福音 有时新闻搞造麻药花莲万荣采访报导